中国大撒币撒到美国农地 以农产品开发为由 要做美国农地大地主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富丰集团在北达科塔州 这笔高达224亿台币的交易 日经亚洲报导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 下令国会查清楚 看这笔交易是否真的威胁美国国安 因为这块农地 离美军先进无人机据点 大福克斯空军基地 只有短短20分钟车程 富丰集团很冤 说美地是要盖玉米加工厂 做动物饲料 但美国朝野强烈反弹 建厂计划已经被迫暂停 类似手法不只发生在美国 今年年初时任执政自民党政调会长的高市早苗 在质询中提到某中资企业在北海道收购土地 而这块地离日本航空自卫队雷达站只有35公里 其实中国过去至少五年间连年爆买北海道土地 日经亚洲甚至收到现役美军军官来函 警告中国长期以来 视北海道为北太平洋岛链的无价之宝 日本政府如何加强土地管理 成了国防必要课题 这些新闻 下次见 江振兴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